这里有一条金奶窝 这里有一条金 这两个金的中间 不是这边的 这边一条金 这个叫掌曲极机械 劳测曲极机械 这个掌曲极机械 从这里往横纹上两寸 这个地方有个穴位 它就叫内关了 所以我们刮内关的时候 也可以用一点刮砂油 一点点 在这里这样给它刮 会吗 回去老公说 你不要说老师刮得这么厉害 他会感觉很痛 不是这是红色不是紫色 它会慢慢就变紫色 触砂了 触砂才会这样 触砂了 有看到吗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刮得太紫 我们的刮砂方法 永远是从上往下刮 从内往外刮 所以刮砂板的拿法 这种拿法叫做五指持板板 这个手指头 这个在这边 有没有 用手腕的力量 不是用手背的力量 用手腕的力量刮砂 这第一个 譬如说 我们刮这个 背部就算了 譬如说 我们刮三一胶 刮这个腿部 对不对 磁法 这种磁法 叫菜刀式的持板法 这呢 是刮比较大面积的 譬如说 我们大腿啦 我们膀胱筋啦 等等 这样会吗 那你叫树娟对不对 我树金跟树娟 尤其两个又站在一起 你看 两个树都姓黄 你站那没关系啦 这个我开玩笑 然后呢 这个叫我们叫做菜刀式的持板法 这是刮大面积 譬如说这个面这么大酱 有没有 或者用这样 那刚刚加那个内观是小面积 所以我用这个尖尖的地方刮 这样会不会 对不对 那这个刮沙板的用处跟大家讲过嘛 对不对 这个呢 是刮后面的脊椎骨 或者板肌手 那像板肌手 手你伸直 然后呢 张开然后这样刮它 对吗 然后翻过来 这样刮它 这叫刮板肌手的刮法 板肌手一般刺在里面 它有的时候是手指都不能动了 有的时候这里的剑翘发炎了 那我们也可以刮 剑翘发炎刮的时候要用这样刮了 对不对 就不能用这个刮了 这个刮太厚了 还有呢 这个刮鼻子 鼻梁 这样 对 感冒啦 鼻塞啦 就可以用这个来刮它 这样会不会 还有呢 哎 这个转弯 我们是刮额头的 这刚好适合这个额头的角度 还刮脸部的 这叫美容刮沙 这样会吗 那么这个呢 还有梳子的 是梳头用的 有没有 梳头用的 那我们交给你那个前五条 后五条 左三条 右三条 放射性 那个刮沙 对你的脑部的记忆力有帮助 比较不会老人痴呆 比较不会得帕金森症 这样了解吗 也不容易中风 这个就是一样啊 这个就是刮头发用的 这个其实其他都一样 那你如果刮头发 没有用 没有那个菌 你可以用这样刮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个刮 这样会吗 那这个呢 是专门按压穴位的 就是有的地方 我们没办法刮 对不对 按穴位 这样了解吗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 这个手部的穴位 比如说你认为说 我这不能刮 大磷呢 我可以用按的 这样按 这样会不会 还呢 可以用这样 用面刮法 这个叫面刮法 这个叫脚刮法 这样会吗 刮沙板的应用 OK 好 过久刮一次 过久刮一次 这个就要看你本身的 这个的退杀的现象 如果你杀四天就退了 你可以再刮 如果杀没有退 有没有甚至到 一个礼拜多 杀退了再刮 这样要怎样 其他的刮反射区 我们讲过了吧 比如说我今天 我刚刚讲这个阴虚症 那么我穴位都刮完了 那下次我就刮 额旁一带吗 有没有 我刮 额中带的上三分之一吗 后三分之一吗 会不会 就这样啊 有了解吗 当然我 有什么禁忌 就是说中午就要刮 我讲过了 正中午不能刮 子夜不能刮 肚子太饿不能刮 心脏太虚弱不能刮 皮肤病的不能刮 糖尿病的不能刮 还有生理期不能刮 生理期什么都不可以 生理期连吃药都不行 生理期让她排毒 你不要控制她 排完就好了 所以女性长寿 就是因为有月经 她有排毒啊 男性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男性都活得比女性短啊 同讲对不对 我们要学着比男性长 比女性长活得比